别看这个小盒子平平无奇 她确实也没傻子神奇 女人在门口捡到后 还寻思是哪个小可爱 给她送的元旦礼物呢 小心翼翼地拆开一看 貌似是个相机的东西 女人把它组装好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想用她拍照 丝毫没有觉得不对劲 可当女人按下快门之后 耳边却突然响起了怪异的声音 她寻着声音走过去 奇了怪了 屋子里只有她和一个小婴儿 哪里来的声音 女人转了一圈 也没有任何发现 她疑惑着再次拿起相机 女人吓得连连后退 眼见遍体鳞伤的女人朝自己逼来 她果断按下了快门 煞时间那个女人又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人开始慌了 但她还没有意识到 有问题的是这个相机 又拿起看箱另一个地方 结果看到了更惊悚的一幕 这都快把她三十年前喝的酒看脱了 关键时刻 她放下了相机 可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女人再次鼓起勇气 用相机看门口 我滴个乖乖 一个壮汉拿着电锯朝她起来 她吓得双腿发软瘫倒在地 赶紧关掉了相机 壮汉也随之消失 可还没等她回过身 又听到楼上孩子的哭声 她赶紧跑上楼 拿起相机一看 来到孩子身边 孩子相安无事 她悬着的心总算可以放下 可没过两秒 身后又传来了怪异的响声 她小心翼翼地转过身 结果就看到了 你也能看见了一幕 都快过元旦了 这块男人还在公司苦逼地加班 空荡荡地写字楼里 只听得到打印机打印的声音 可就在这时 打印机出现故障 这倒霉催的 男人不耐烦地踢了一脚 果然还是欠奏 打印机瞬间作业了 可奇怪的是 这个时薪的黑洞 并不是她要打的文件呀 一看手表已经半夜十二点 估计是自己眼花了 她赶紧喝了杯咖啡提神 什么鬼 咖啡杯居然掉进了黑洞里 男人非常疑惑 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黑洞的奥秘 她俯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洞里 又把纸杯捡了回来 我的天哪 她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拿着黑洞来到货架前 别看了公司救你一人 她把手伸进货柜里 成功取出了小考察 既然能隔空取物 男人瞬间又有了想法 她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打开了门 直接奔向老板的保险柜 有了这个黑洞 一切应有尽有 她伸手一掏就是一打钞票 从没见过这么多钱的男人 根本停不下自己贪婪的手 很快地上就摆满了钞票 但她仍然不满足 整个身子都踏了进去 没想到这时 黑洞掉了下来 好家伙 哆啦A梦的任意门消失了 男人就这样 永远关在了保险箱里 这部短片黑洞 是一部嘎那获奖影片 虽然只有三分钟 却很好地表现出人内心的贪欲 所以啊 不义之财不可取 取之无道 用之无度 最终害人害己欧 你看这条男人的脸 突然膨胀起来 头顶上还长出一根根尖刺 看着这奇特的一幕 寿司店的老板却笑出了声 因为就在刚才 男人和朋友一起过来吃饭 由于天天加班老板还降薪 他就故意找寿司店的麻烦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男人污蔑店里的寿司不新鲜 没想到爆脾气的老板 微笑着对男人致歉 撸起袖子 从水池里捞出一条活的河豚 男人看着活河豚顿时就猛了 但其他客人都盯着自己 男人的面子可不能丢啊 他只好硬着头皮 用筷子夹起塞进了口中 朋友被吓坏了 紧张的氛围瞬间缓和下来 可就在喘息之际 男人的头却变成了河豚 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过来 而且还乐在其中 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在采访中 他表示对自己的外貌非常满意 凭借河豚长出薄膜的手脚 他一举变成勇吃小王子 收获了众多女粉的喜爱 男人很享受这样被人追捧的生活 但他的朋友却有点失落 不过不是嫉妒 而是担心失去这个朋友 虽然还是会一起出去玩 但显然两人的关系 已经越来越疏远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也想变成海鲜 而男人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忽略了朋友 在十天后的下午 两人一起坐地铁搭下班 昏昏欲睡时 男人突然发现朋友 竟然长出了触角 原来除了河豚 寿司店里还有可以变身的章鱼 而朋友为了维持和男人的友谊 竟然也生吞了下去 男人之间的友谊 就是这么简单 期待我的朋友 也可以这么有觉悟